大家好 我是长虹去年的学员 大概从去年八九月开始 准备第一张征照是PBA 商业分析 到后来准备明节 那今年是刚好考新版的 日期版本那个PMP 然后最后一张是在3月18号 拿到的风险管理 对就是PMI的四张征照都拿到 然后后来接了三节的教练 从159 161到163 那刚好在159的最后几堂课 就疫情变得比较严重 变成我们没有办法到 那个东盟那边上课 然后读书会也变成不能到 应该读书会有影响到最后一堂 就是我们没办法到实体去做 实体的读书会 所以我们就改线上 那16163就刚好整个疫情 你也没办法去实体见面 所以我们都是在线上 用Google Meet 或者是Room来做所谓读书会讨论 然后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刚好有试过 所谓实体跟线上 我觉得其实线上的效果还不错 而且可以帮大家节省很多时间 还有比方说你要租小书屋 或是其他的读书会的场地 其实可以省下一笔 还不小的数目的那个 就是大家可以省一点钱 就省钱省时间 然后更有效率的考上PNP这样 好 那我大概后面就会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在读书会的部分是怎么进行的 那实际上上课等一下光明老师 他会有更多的互动让大家知道 然后我们先从结果来看 这是中160在台中 有一位教练带出来的 大家觉得考上PNP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 我这样问好像大家没办法回答我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从PNP那边的数据 应该全球平均是上网课 大概是三个月吧 那台湾应该是比较快 大概是一个月内 那立秀如果我有讲错 再帮我更正一下 那这个同学很厉害 他29天不是上网课后的29天 他是开课后的29天 他就考上 那大家觉得 他每天大概花多少时间 在准备PNP 你看从8月15到9月13 这边就有一个小小的互动 让大家 如果你要手机啊 可以扫一下这个QR Code 看能不能切换到比较大的 没有关系 大家如果不方便扫QR Code 那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回答 也可以 对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扫一下 然后 选项蛮少的 就一二三次 一天大概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我们是在课堂上 最常用的这个互动的方式 那可以方便大家提问 那也可以收集大家问题 那大家在视讯上 也不用担心 被打扰或是被中断了 可以保持大家 在这个课程进行的这个流畅 所以大家也可以先练习看看 那可以用手机扫 这个QR Code 就可以回应问题了 那或者是你今天首次的使用不方便 或是没有办法操作 那你可以使用聊天室回答刚刚的问题 一二三四 那请智隆再帮我们秀一下题目 好 其实就只有这几个 就是你觉得你准备PMP考试 你每天大概花多久的时间 那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考试 那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考试 对 你不会拿雷昌宏就 不会是高难度了 如果你去其他地方应该是 需要花一点时间 因为昌宏有之后有很多 对对对 有很多学长姐帮你准备 就是别人走过的路 你不用走错的路 你不用再重新走一次 然后刚刚那位学姐 她真的很厉害 应该是目前的记录 对不对 是 对应该是目前全台湾最快的记录 她大概花29天 对 张昌宏其实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一步一步跟着走 那大家可以看这样的 破纪录的人 是大概花多少的时间 全球三个月 台湾大概平均是一个月 好 那我直接公布答案 大概是 可是这样 大家怎么看得到我的答案 看得到了 下一页 对 刚有看到了 OK 在这里是 对 大部分人 大概说一天两个小时 到三个小时 那位学姐在分享的时候 她大概花 每天花四个小时的时间 那其实 我看 大家 刚刚几位同学分享的 就是说 她现在公司在导入 她在做专案 她想要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帮她做专案 更有效率的做事 那其实 你假设 平常就在上班 那下班回到家 你一天要四个小时 其实是 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要 把每天 或是周末 一些索罪的时间 可以把它存起来 就是我们能 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把每一个索罪的时间 拼凑起来 比方说 我们每个礼拜要上课 要读书会 如果你可以在线上 线上做上课 或读书的话 其实 你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 我在下一页有做个 统计 就是我们大概会有八个礼拜 七个礼拜正式课程 八个礼拜读书会 你可以算一下 你那个往返的时间 不算你再读书会的时间 大概就可以省下16个小时 那停车费 假设你在北部的话 台北车站 是大家比较常约的 或是一些捷运站附近的 停车小树屋 我们大概算一算 我的停车费 大概一个人 就可以大概省四千块左右 那场地费 小树屋台北 大概五六百块左右吧 最便宜大概 比较小间 大概六个人左右 大概四百一十块 所以你看 考一个PNP 大概要花一万三千多块 在场地竹林上 如果你可以在家里 用线上的读书会 其实可以就把这些钱 都省下来 尤其是刚刚所谓的时间 刚刚读书会的时间 每个人可以节省的 还有教练可以节省的时间 你就可以用在 自己读书 或者是你跟教练讨论 你有问题的地方 或是跟其他同学 可以讨论 做workshop 或事后的练习 其实都可以把这些时间 用在更有价值的工作上 这边不该说是工作 应该说念书上 那现在读书 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事 这个就是实际上 在161的同学 我们在做的 就是有一位同学 在做道读 那其他同学 其实可以做互动 我们可以提问 就像现在 我们在做用room的方式 有一个人秀简报 然后其他人 就可能听他分享 或是等一下可以做互动 那第二个右边 这边是mirror的板子 二三四都是mirror的板子 就是大家可以做共编 或者是教练会出一些题目 比方说我们可能要学的3355 这跟敏捷相关的 或者是下面这个应该是49个字过程 就是在PMP里面有一个还蛮重要的process 里面有49个字过程 那如果你要实际 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用一些比较有趣 生动活泼的方式 教练跟你做互动 这个所谓的连连看的方式 设计这样的板子 让你去拖动这些区块 到对应的那个格子里面去 其实你会觉得更有趣 那学习起来会 比较容易把这些过程记起来 然后第四个这边是互相的解题 就是解题不再是 以往实体上可能一个同学问问题 然后教练来回答 我们可以用同学之间彼此 就是互相帮助 比方说这个可能是 那个辅考系统上的一个题目 然后其实教练这时候不跳下来 让其他同学 可能有的人进度比较超前 他可以帮忙你找 他有可能在讲义的哪里 或是他是在ATV讲义上 或是在长宏讲义上 或是他在其他地方找到的 就把答案贴出来 那在下一次的读书会的时候 他就可以分享说 为什么这样写这个题目 其实学员之间彼此的互动 是蛮重要 就是你有问题的 有可能是我已经先念到了 我可以帮跟你做分享 那你我不会的地方 你也可以帮我解答 对这样子 共好的团队如果组起来 后续其实帮助是蛮大的 那这边我实际上展示一下 在163的学员 他们在163版上做的事情 就是这是第一个礼拜 会请大家开始了解 49个字过程 这边大概有11个同学 我点击中一个同学就好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 教练就会把这些全部都把它 打散吧 对然后你就会看到 我有一堆质过程 然后其实长空有一个过程图 那你要把它对应到正确的十大知识里面去 那其实就在读书会的那个时间上 教练就会请你把这些就拖一到固定的那个格子里面去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帮你把这四九个字过程记起来 这当然是就是第一个礼拜会做的事情 那你不用10版本就是可能以往一张白纸 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开始写 那其实用这个方式会比较有趣 那甚至有些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像这边有11个同学 就大家一起来比赛 然后比方说你第一个做完的 教练请你喝一杯咖啡 就是有一些互动的方式 虽然我们是在线上 那其实也是可以有不少的互动 然后在第二礼拜的时候 就可能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整合这边的直过程 我会把内容就清掉 然后就不是全部都已经有那个直过程的标题 然后你要自己要想知道说 发展中央管理计划书 在规划的过程组 它的直过程名称叫做发展中央管理计划书 我给你的地方就可能是空白的 有一些地方我把它抽掉 然后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引导你 去把这49个直过程记起来 然后后面当然还有一些 像是今年开始会有什么 五大模组的记忆方式 其实也是雷同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是在读书会 大概每个礼拜会设计一些小活动 除了就是同学导读 那个礼拜 常用的讲义以外 我们会做预习跟复习 那实际上在读书会上会做的一些小活动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到这边 先看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不然就要把时间交给光明老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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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